各位兄弟姐妹,早晨 再次多谢主席给我的机会 和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有机会分享神的话 特别分享素罗王,以色列第一皇帝的生平 再次多谢李牧师教会给我的机会 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在加拿大 我最多港道的地方 都是温哥华博道会 都是大家给我的机会 我过几个礼拜 一月初我就回到香港 在这里一段很长的时间 今天主席给我在这里有很多的学习 请大家继续纪念我写书的进度 非常之大落后 所以应该交不了功课 请大家继续纪念 我的需要 在这里做一次 将波路神学院的文案带给大家 很多弟姐妹都很有心去问 我上一次提过 就是向波路神学院的奉献 现在和这里的机构有一个默契 他们可以将这些钱 透过他们的基金会 可以转过给香港 如果一起顺利 我下星期请教会帮忙 将奉献方法 或者登记程序表 让大家知道 请大家记念我的需要 多谢大家的关心 最后一堂在这段时间和大家分享 我再请教李牧师 李牧师说 不如说回素罗 我出去想想圣诞节 有很多机会会听到圣诞节的讯息 我说回素罗 说回素罗的问题 有点难处 最初我计算三堂 突然间多四堂 怎样呢 所以在时序上 就不太对 因为我说回素罗的开始 在结束的时候说的开始 不好意思 但我猜可能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看看 原来最先神呼召素罗的目的是什么 到他后来一路成长 一路有机会侍奉神的时间 游走去什么方向 一个好处的对比 我们一段时间 就在和大家分享的 素罗的生平里面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 他不是很听话 没了乳煎 通常这个时间乳煎会出来的 9月的时间 要调教自己人生的动机 为了什么来跟从神 为了什么来侍奉神 然后在10月的时间 调教自己人生的底线 我们肯不肯 肯不肯在侍奉神的时间 很坦诚的面对自己 还是我们的hidden agenda 有些在心里想做的事 但不想让神知道 在上个月跟大家说到 成长不是一个人的事 在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成长是整个教会的事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朋友 有友谊 我们看到若那丹 扫罗很大的分别在这里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 扫罗他的开始 就是调教自己人生的事命 上帝如何呼召他 说到这里 我跟大家提过一首 在大陆的一首 叫唇口溜 一首打游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正处 副处 最后也不知乐作可处 然后 就是正局局长的局 呼局 大家能否认得下一句是什么呢 最后也有一个结局 还有就是这个部长 正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 下面有一句 最后也一起散步 对不起 正部副部长 最后一起散步 然后这个比较厉害 这个比较厉害 这个比较厉害 副主席 你知道今早早在祖堂的时候 李牧师立刻答到 李牧师很聪明 你知道李牧师说什么呢 李牧师说 他说 都是最后一起散步 差不多 都一样缺席 都一样缺席 真是值得你做医生 这么聪明 然后这些信口溜 加多两句 他说 人生如赛而赛长 上半场按学历 权力 职位 业绩 薪金 要比较高 比较上升 请对下联 下联是这样的 人生下半场以比血压 血脂 血糖 尿酸 胆固上看哪个最低 如果到这些年纪 一定会说 你吃哪个药 你胆固醇吃哪个mg 我们当然会说这些问题 这个就像一个人生的写照 最近我看一宗新闻 令我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今早就没有说名 我想不怕说名 王祖賢 大家认识 一个很美丽的女明星 可能大家有机会留意到 新闻 就是最近他爸爸过了身 然后他在加拿大 我不知道是否在温哥华 他只是在加拿大 有记者访问他 当然很伤心 爸爸过了身 但他说 我已经找到人生的答案 我以后不会再做电影 他说我已经把最好的留下 在这个电影里 他在我的人生里 一直都有些不明白 他说以前我一直问 为什么要做人 为什么要出生 人生为了什么 他说现在我找到了 他就全心的来到参佛 信佛教 我心里面很一沉 我心里面很一沉 我希望有机会 他找到一个真正的主宰 找到我们的主 找到为我们降生的主 但我再想一想 他对他的信仰有这么大的肯定 公开地说 很奇怪 你知道新闻报道 基督教你讲多少 他都会登一句 最多 但佛教他都会登一句 你讲什么都会登出来 都要跟Trump说 有些偏颇 我问 究竟有几多基督徒 能够像王祖言 或者更多人 更确实地说 我找到人生存在的目的了 当我说了素罗生平的时间 素罗很可惜 是一个很开心 但一个非常messive的结束 他的人生很可能都成为很多基督徒的写照 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很开心 基督为我降生 我信耶稣 教会很温暖 但后来又怎样 好像素罗走这条路 教会不温暖 我自己也有很多祈祷上帝不听了 我人生面对很多难处 上帝好像不在 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说 耶稣基督 我找到这个信仰 就是我人生的答案 如果我们听过素罗生平 一直都在这方面 我们不能像王祖言 或者更强烈地说 我知道我为什麽来活 我猜 可能是说完的问题 说得不清楚 大家好像还未听得入 很可能是我们整个信仰都有问题 我们信就是这样信 听就是这样听 但实际上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影响 但我有一个假设 我假设 就是每一个真心信耶稣的人 心里面都不满足 很想人生里面 真是活在这位上帝的面前 和其他人不同 很想我们能够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麽我要存在 我希望在上帝呼召素罗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一些借镜 一些更好的反应 这些经文说到素罗的蒙照 其实不是单单我们今早读的 第十章 一到十三节那么短 如果我读的话 他整个蒙照是由第九章开始 早一章开始 一直到第十六章 才是十六章的十六节 才能够蒙照的结束 大家可否请你翻开圣经 我希望你习惯听到打开圣经 好像每次都要说一次 请你翻开圣经 跟着经文看 可能你会更熟悉圣经 特别这段经文 我们不可能今早读完 因为整章半圣经 所以我只是提刚竭令 提起重点 因为我讲到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更容易 跟一跟 三个义记上第九章 第一节开始 他会介绍苏罗的出现 一样是这样的 多数是说到他的家族 但这里就是 苏罗的家族 今次我可能说得不清楚 苏罗的家族 总共提到六代的人 很厉害 我想圣经里没有了 提到六代的人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耶稣基督就很厉害 有四十多代 这里有一个 辩暗的人名叫基士 基士就是苏罗的爸爸 他是他爸爸 他是谁 基士的阿肥阿 九章第一节 阿肥阿的元孙 我在读圣经才懂这个字 知道有元孙的 然后比哥拉的曾孙 洗罗的孙子 阿肥的儿子 他就叫基士 基士有个儿子 第二节叫做素罗 如果连素罗再来 总共提到六代的人 一个很长进的介绍 他说比亚敏支派人 是一个很微小的支派 特别在那个时代 为什么呢 如果你熟习《时诗记》 《时诗记》 《时诗记》的结束时间 最后两三章 是说到以色列内战 最后整个比亚敏支派要被灭续 整个支派没有了 后来在他们的自伤残杀之后 突然说不要了 少了支派 留下六百个这班战士 才勉强留下来 所以比亚敏在当时来说 在《时诗记》之后 就是杀姆尔的时间 是一个小的支派 他在那个支派里面 是一个大量的勇士 相信他的家财也不少 因为他父亲似乎是相当有钱的 请留意 素罗当时不是一个年轻人 不是一个十多岁的人 素罗大概有四十岁 我上次也提过 因为在第十二章接着的经文 就是说素罗出去打仗 当时他的儿子就是约拉丹 约拉丹能够出去打仗 起码他也三四十岁 即是他父亲 他绝对不会十多岁 所以他在一个 所谓的壮年 或者是青年后半期的时间 蒙召 而且他生得高大威猛 这就是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出他的 故事开始说 他父亲家族里面 不见了几头牢 他就去找 派他的儿子素罗出去找 素罗带了他的工人出去找 在找的过程里面 素罗在第九章里面 总共问了三个问题 待会再看这三个问题 由第十章 刚才的读经文 第十章第一到第三 到第十六节 就是这三个问题 在第十章里面回答他的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 读圣经如果你认真读 是很有味道的 所以我叫你回去读学 有机会参加神学班 我也是有机会去研究念经文的时候 先看得出的 整段经文一起看 你都看得到美丽 我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希望结束之后 这样介绍好不好 因为比较复杂一些 如果下次来说 你下次来说不用这么复杂 隨便说答案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复杂 那我可以收到的 如果有人说 好啊 我们以前没有听过 我想多学一些 那你就告诉我 有一个学者 就把第九 第十章里面经文去研究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结构是相当工整 在记序 或者这个叫做narrative 这个记序文里面 是一个特别的编排 看看是否不同意的说法 这个编排是怎样的呢 首先第九章第三节开始 就讲一个困难 困难出现 所以这个掃罗就是找几只奴奴 来家出发去找奴奴奴 这个经文是这么开始的 那结束会怎样结束呢 困难解决了 然后找到奴子 不单是出发 而且是什么样呢 他现在回家 在十章的十四到十六节 问题找到解决了 他现在回家 接着在经文在第九章发展里面的时候 刚才我提过在第九章里面 他总共问了三个问题 扫罗在路上问了三个问题 接着很奇妙地在这段经文的铺牌里面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第十章 第二到十三节 这三个问题 换回来的就是 上帝给扫罗蒙照做以色列王 三个确据 这三个问题正正对应那三个确据 然后在他出发的时间 就是最后上帝指示薩姆尔高纳素罗 相对应C和C派绿色的地方 就是你都猜到了 就是薩姆尔遵行命令 去将素罗尔高纳 包括今天图记经文第十章第一节 中间很奇妙的 好像一个不起眼的经文 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就是邱坛的延迹 上帝高纳他 上帝越纳素罗 然后给他一个延迹 当然你看到 这个薩姆尔高纳素罗 是一个私人的高纳 到第十六章的下半部分 你看到是公开的 在民众面前来高纳 素罗的高纳 是分开最低限度的两个阶段 但是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集中看B和B' 就是说 我们看第一 就是他出发 在路途上 去找奴子的时候 他问三个问题 然后上帝在他蒙照 呼照素罗的时候 给他三个回家很大的确据 我们今天想看 这就是调教自己人生使命的 这段经文的两个重点 上帝知道他有三个问题 然后如何回答他这三个问题 看看这三个问题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是表示了素罗 去找奴子的时间的困难 如果你有机会回去 我希望你有机会详细看下 第九章 第十章 是很精彩 很有味道的一段记作 第一个问题是 素罗带着他伯仁 一起去找几只走失的奴子 当然很难找 如果你家里有狗 狗 狗 走失了也很难找 何况奴子在荒山野凌走 怎么找呢 找了很久 如果你看下 在第九章 第四节说 他经过很多地方 从以法连山地到变压敏 经过两个支派 怎么找呢 很难找的 所以找到差不多 素罗自己想放弃 他说一个问题 他说不如我们回去 他说可能父亲再不是走失的奴子 反而担心我们有没有安全 很懂得体谅父母心的情况 不如我们回去 放弃的是主人 谁不知那奴人很幽默地告诉他 不如我们找找一个先知 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撒母耳 我们找先知如何找一只奴子 第一个问题 答案是有仆人告诉主人 然后素罗问第二个问题 找先知好 不过我们没有礼物 我们的盆穿药用得不上 而且连食物都没有 原来当时见先知要给礼物 我们做传道人多好 你没有想过见李牧师要带礼物去 我说笑而已 李牧师不用了 当时他说我们没有礼物带去 而且就算用一些食物 那些饼也吃完了 食物吃尽如何送礼呢 又是主人问伯仁 伯仁怎么回答他 他说给素罗听 他说不要紧 我还有四分一的社下纳的银子 还有多少分钱的银 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古代的 用重量来计算的 很奇怪用伯仁的钱去送礼 很不对称 整个第九章的技术 都将素罗像一个很卑微的人 他反过来要问伯仁 他是变眼闻 最细是支派 然后出去的时间 是爸爸吩咐他出去 然后找追击的奴子 就找不到 最后是他的问题 要问伯仁得到解决的 第三个问题 一直合到醒的时间 素罗又问第三个问题 问当时有几个少女出来打水 拿水的时间 先知在哪里 一个成年的男人 问当时有一个少女 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好像整个对比 在第九章里 都将素罗像一个很无助 没有能力 没有方向 需要人帮助 甚至是透过少女 透过他扑人去帮助他的人 是这样的描述 但是就是这样 上帝夫子了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好像很无助的情况之下 上帝就挑选素罗 在第十章里面 上帝给他回应 稍后我们详细看一看 就是 撒母义说 他说你会听见 你父亲不为奴担心 反为你担忧 这句话 正正就是素罗在第九章里说过 然后 饼子都吃了 后来我们看到 有一班人给他两个饼子吃 然后 在哪里找到先知 最后 第十章 也是最强调的一段经文 在这段圣经里面 就是 他说 不单止你找到先知 你自己都是先知的其中一位 是不是很对称 我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研究这些 我把那些兴奋告诉你 不过你们好像不太兴奋 我觉得是 我看了这段经文很多次 然后再一次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得到新的东西很开心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 可不可以给一点点反应 还是不想反应 不要逼你 好了 我们试试看这三个确据 在这段经文里 上面上帝如何给他 第一个 就是 他说 爸爸可能担心我 我回去了 但当上帝呼召 扫罗的时间 神透过撒母耳地和他说 我一起读这段经文一次 撒母耳 咳咳咳咳 这不是耶和话奕吏若他耳的君 你今天 互我离别相后 再难兴奈的 Yan 靠近拉杰的坟墓 要遇见两个人 他们必对你说 你去找的那两头 已经找着了 现在你父亲不为牢挂心 的反为你担忧 说 我为儿子怎麽才好呢 经文第十章的第一节就说 撒母尔高纳的素罗 我再说这个私人 如果照经文给我们看到 就是撒母尔和素罗两个人做的一件事 后来我们看到 在第十章尾就在一个公开 在百姓面前高纳他 高纳完之后 撒母尔要巩固素罗的信心 上帝挑选你成为以色列第一皇帝 你要担起这个责任 给你三个的证据 好像什么呢 好像武俠小说那样 徒弟学完之后要出发下山 师父给他三个錦囊 这三个我叫他确据 为什麽呢 请你看看第十章 第七节 第十章第七节 他用字眼叫这三个确据 就是这笑头 再看第九节 最后一句 他说当日这一切的笑头 一切的笑头都认炎了 笑头的sign 如果大家刚才听的我们唱的诗歌 就是基督降生 在路加分第二章里说 基督降生的百里行 然后天使向仆人报喜讯的时间 他给了一个sign 给了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 我在马曹里面 那就是记号了 记号的sign 即是我不知道是否神的意思 不过看到这个sign 好像一个路牌 一个路牌 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路牌 你就知道应该走在路上 上帝现在呼召我 做一个以色列的皇帝 我怎知道我没有什么确据 他会不会跟撒母耳之间的默契 甚至是撒母耳你搞错了 撒母耳就给他三个sign 如果再说近代些 就像出奇弹一样 一次过满足三个愿望 你就知道了 第一个sign 第一个post是什么呢 他说当你出去的时候 不是撒母耳告诉你 撒母耳说 你会听见在路上有两个陌生人 会跟你说话 那两个陌生人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曾经在第九章说过的话 就是我们回家吧 爸爸可能挂着我们 是不是很震撼呢 而且在记罪文里面 很多时候都放了很小的东西 为了凸显了他表达的信息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段经文表达一个很小的一句话 一会看到第二个生日 这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两个陌生人跟你说 是靠近拉杰的坟墓 拉杰 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雅各的太太 雅各很漂亮的太太 然后就是十二支派的祖先 他说当你走到去涉杀这个地方 就在拉杰的坟墓面前 你会听见两个陌生人跟你说 你说过在第九章说过的话 我回去吧 因为爸爸想念 你觉不觉得很震撼呢 苏罗出来听他爸爸说 去找个老子 现在呢 他说爸爸没有想念我 我要回去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 你乖来乖去 爸爸叫你做事 你就做完之后 你就乖着爸爸 爸爸又乖着你 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现在站在哪里呢 站在先祖撒拉的坟墓面前 你听到这个话 人生一天就听我父母说 甚至听奴子说 奴子走到哪里 跟着走到哪里 但现在上帝呼召你 你不要再听其他的声音 因为你这样走来走去 挂来挂去 很快转过人一生 最后你就像拉杰那样 在这个坟墓里面的人一样 但你要听什么声音呢 你要听我对你的呼召 我对你的呼召更加肯定 你再不是为了奴 为了人生 为了饮食 来奔波 你也不是再为了人 为了你父母 满足人家的需要 来奔波 基督徒的人生 跟扫罗一样 我的人生是因为上帝的呼召 所以人生不同了 上帝呼召扫罗的时间 给他第一个sign 你很清楚知道 原来我在第九章所挂心的 上帝一早非常明白 并且透过两个陌生人 竟然告诉我 是个神迹 这是第一个sign 第二个sign 他带出去的饼 他见先知的时间 他没有礼物 甚至连饼也没有 但现在很幽默地 在第十章的三到第四节 上帝回应他的疑问 一起读出这两节圣经 你从那里 你从那里 他说我们吃尽了 又没有什么给他 结果他说我们饼也没有 但现在 撒母耳和扫罗说 你回家的路上 除了经过泄杀之外 你一路走的时候 去到他帕的像树那里 当时有很多这样的记号 用一些植物做记号 你遇到有三个人 他们将会去伯特利 伯特利的意思是 神的圣殿所在 在雅各的时候 在那里见到上帝的遗像 你见到有三个陌生的人 准备去圣殿 准备去伯特利 去敬拜上帝 这三个人里面 一个人带着三只羊羔 然后一个人带着三只羊羔 然后一个人带着一只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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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用到羊羔羊也不定 但是最奇妙的就是 这三个去准备敬拜的人 他们三只羊羔 会分给你和你扑人 每人一只羊羔 上面的第九章 他挂着的是 我都没有鸡羔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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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 拉杰的墓前 在这个第二个sign 第二个post的时候 有哪个句子呢 那些人去伯特利敬拜神 那些敬拜神的人竟然将他自己所有的三个饼分两个给你吃 你还挂心的饼 那些敬拜上帝的人 他们在去的时候 不要说回去 去的时候做一段很长的路 还要回回头 他都愿意将他仅有的跟你分享 你还挂心什么呢 物质的生活 很多时候 成为他们不能够敬拜神的原因 年轻人 可能会觉得做传道人 哎呀 没什么升的 人工很低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大家提过 我刚刚最近 神学院需要请一个的职员 我们看到一个人才 很想请他帮忙 我很挂心那件事 神可以人工 的确给不到他现在工作的人工 他在一间商业机构做 后来他经过祈祷 经过等候之后 他说 我很想来神学院做 他说你介不介意给我知道 你现在的人工 他告诉我 我对不起 我一定出不了没有人工给你的 我如果出回你现在的人工 大约你会是船家神学院 包括院长在内 最高人工的那个 我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的待遇问题 我离得 我已经预认了 人工结了 足足三分之二 我看到这个不只是传道人 才有这样的牺牲的态度 很多在教会里面的职员 很多在教会里面 愿意付出时间的弟兄姊妹 很多在教会里面 可能帮忙洗厕所的 可能在公司里面做CEO 或者做医生 做高级的人 他的心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 物质成为了我们侍奉主的难处 你是不是 星期日要开工 怎样呢 我儿子要 要学打球 怎样选择 如果我真是这样侍奉神 可能我很多时间没了 你知道中国人 银食很重要 银食就大了 银食车司机就可以乱来 银食嘛 亂停 亂洗都可以 同样的 当我上了主之后 会不会因为 物质 因为钱的缘故 令你侍奉神的心 冷淡了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你要不要试下 你会不会受物质影响 所以侍奉神的心有影响呢 我们做一个测试 做一个测试 不用举手 请你不用举手 你对受一奉献有没有困难 我在教会里面 我在自己香港教会的时候 说受一奉献 我经常见到一些人 他说什么都很流心听 一个受一奉献 我认为几次都说 这么有趣 说到这些 差不多按着荷包 你不要再说 我不会听 很久之前 当我刚刚神灵院毕业的时候 我在教会说受一奉献 有弟兄走出来 完了之后 跟我说 他说 郭牧师我很生气 我说错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港台骂我 港台骂你 我怎么骂你 他们为什么骂我 没有受一奉献 我说弟兄 直到现在这一刻 我才知道你没有受一奉献 是你告诉我 我从来都不会看人奉献纪录 神学院有例外 神学院要看的 院长其中一个要看的 我负责数 在教会里面我从来都不会看 特殷之妹奉献 直到你告诉我 我才知道你没有奉献 你见到那个心就是 我可以 相信主 我可以侍奉神 我可以 参与教会侍奉 不过 钱 很实际的 是迫不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 你基本上很难全心存以跟从神 特别我不是你教会牧师可以大声说也不怕 跟我没有什么厉害 没有什么厉害 我们看到的 当我们说要跟随主的时间 其实很多是保留的 很多是我们信不过的 我这样奉献之后怎么办 我这样付出时间怎么办 我叫我儿子做传道 说出来是谁养我 很多的问题 会不会 令到我们 很难经历这位上帝 很难回答到问题 为什么 我要生存 基督徒的生存和其他有什么不同 第三个 确据 回应 扫罗的提问 扫罗宝来问 先知在哪里 这件经文 用大量的蝙蝠 用比较长的蝙蝠 第5节 第13节 就回答这个问题 扫罗 听见撒妹跟他这样说 他说 以后你到了神的山 在那里 有一群非利是人的防兵 有一个小的节目 在非利是人的防兵 在敌人的面前 竟然 有一群先知从山上下来 他们 在敌人面前 非利是人围着你 你当然是静静的 但竟然 他们打鼓 跳舞 然后 弹琴 很开心地 从敬拜 在侍奉神的丘坛下来 去歌颂神 一路走 一路赞美 然后说说如言 说如言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如果灵恩派的人说 他说谎言 但大概整个旧的圣经里 没有谎言这个字出现过 谎言是新约 只是出现过 如果大家对谎言有兴趣 请你等久一点 我写到一本书 有一章是专讲谎言 到时请你帮顺一下 如果你不是赞成说 大概在这里说 他是说赞美 在歌颂上帝 很奇妙 我应该也将它 highlight 那里有非利是人的防兵 有一个小句 在非利是人的防兵里面 有班人在歌颂神 在敌人的面前 去歌颂我们的上帝 然后 经文就说 我一起读出第九到十三次 这段经文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先读一次 九到十三次 扫罗转身 离别撒母 扫罗转身 离别撒母 扫罗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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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 就彼此说 几时的儿子 遇见甚麽了 扫罗也裂在先知中吗 雅地方有一个人说 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此后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裂在先知中吗 扫罗受感说话 以不 就上丘谈 这里有一个难题 当他遇见这些先知的时间 撒母一早预言说 你会和他一起 然后 在当中 和那些先知一起 来说 受感说话 接着 圣经就说 因为扫罗和那些先知一起 很开心地 要是赞美 要是说神的 给他们的信息 接着 有一句俗语 以色列的俗语说 扫罗也裂在先知中吗 这句话是很难理解的 时间关系 我想我要快一点 这句话大概有三个可能的理解 正面的 即是说 这句话 是一个正面的 说法 答案就是 扫罗也是以色列的先知 这个问题 本身期望的答案是yes 有一个译本 大概 我想它是 倾向 这个意思 是一个正面的译本 Good News Translation 这样译 然后 有一个 第二个可能性 是反面的 就是说 这句话的答案 是期望 是 no的 他不是先知 这句话 变成了一个取笑的说话 他也是先知 他也可以成为先知 是这样的理解 当然 除了答yes 和no之外 有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中性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是一个open 可以是yes 可以是no 大概是和合本 现在翻译 还有 我理解 NIV的圣经 最普通用的英文圣经 都是这样的意思 是没有了一个判断 即是说 他也是列在先知中 没有一个yes和no的intention 这三个 是yes 或者是no 或者是一个中性 哪一个比较可取呢 我们先理解一下 关于素罗亚列在先知中的这句话 其实 在撒母义记上 记在素罗生平的时间 总是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当然是现在我们所看的经文 就是十章这段经文 还有第十九章 十九章里面有另一处经文 十九章的经文的背景就是 当 大卫 你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圣经 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 回来 那些妇女说 素罗撒比 千千 大卫杀死 慢慢 哇 素罗撒到 很厉害 由那天开始 他一直把他怒气都不处理 怒气越滚越大 像雪球那样 要追杀 大卫 后来好像封了那样 非理性的 他一生就想追杀 大卫 当他追杀 大卫时大卫要逃命 逃命 大卫走到哪里呢 如果你是大卫走到哪里呢 他不可以走回家 整家被人斩了 他不可以走回家 去哪里呢 去找撒母乙 这是大先知 因为他是大牧人 并且是你按纳我的 如果做一个不好的角度 你搞成我这样 你按纳了我 你帮我高纳了 现在搞成这样 怎么办呢 他去找撒母乙 这是大先知 但当他找撒母乙 撒母乙在他马 你看到经文怎么记载吗 苏罗竟然敢追杀 大卫 走到撒母乙 他先派三批人去 分三次去 结果三批人去到之后 都分别的 受感说话 变成了 像撒母乙的助手那样 大卫 这个苏罗 王当然很生气 这班士兵帮不了他 反而还帮了撒母乙 结果他亲自出马 他自己打算去那里 就在撒母乙面前要捉大卫 有多大胆 撒母乙是高纳他的大先知 当时德高望众神的仆人 随时他杀身之和 他竟然敢去撒母乙去捉人 但他真是去 他已经那个仇恨的心 充塞了他整个理性 去到之后 他一样是 受感说话 他还差点 19章24节 他说 他脱了衣服 在撒母乙面前 一袖一夜 露体躺我 大概指他的外衣 不是完全不穿衣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以色列人说 不穿外衣 就像赤身露体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但当然也有机会 完全不穿衣 不过我们站车在这里交代一下 然后在那里加多一句说话 苏罗也列在先之中吗 这第二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肯定这个答案是 negative的 不是称赞他 不是歌颂他 第十章似乎是正面的 为什么呢 十章的上下文都在说 神简选他 他很好回应 他似在一个身心 然后 他成为一个身造的人 然后他受感说话 他是善致 那里似乎是正面的 第十九章肯定是反面的 因此 我觉得胡合本的翻译是对的 是一个忠诚 因为这句说话本身要看上下文 可能是正面 可能是反面 有两个可能性都可以 这句说话说什么呢 这句说话 两次左右的比较 第一次 撒母义的预兆 第二次 是素罗自己自取其辱的 第一次 他能够控制 第二次 我们看到他不能控制 第一次 是表明了神同在 第二次 是表明了神离开了他 所以他是不是列在先知 其实正正是将整个 素罗是奉神 回应神的 召命 最核心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里 素罗是否先知 他能够列在先知 能够列在 侍奉神的行列里面 好在乎 他心里面有没有 神的灵 神的灵 如果离开了他之后 神的灵 对他来说 有种审判 他自取其辱 但是如果侍奉神的人 去跟从神 他愿意给神 掌控他的生命 神的灵 在他身上 就是一个蒙福的记号 他侍奉神 在先知当中 所以整个素罗是奉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 我心里 有没有听从 神的灵 神的说话 我们再温习一下这段经文 讲的 三个忧虑 和 三个确据 不好意思 应该是 一二三 三个忧虑 和三个确据 我再讲 苏罗 可能 他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挂心 但是这个会不会 同样 都是我们的 借镜 一块镜子 照着我们自己 当我们 回应上帝 给我们看到的 感动的时间 我们有没有忧虑 我一定会说 我们会拿着 这些确据 可以更加 好好的侍奉神 我现在将 这段经文所提的 归纳了三个 刚才的重点 这段经文说 神的呼召 是人生最宝贵的 事命 我知道 我活着 是因为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 有个目的 我会完成 我会完成上帝 给我的感动 一步步走在神的路上 当我走在神的路上 可能有很多担心 特别在物质方面担心 但我相信神的供应 最后 就是 在侍奉神的时候 可能我最担心的 就是我自己的灵性 我这样的人 我怎样可以侍奉神 其实到今天 到今早 我在神的面前 都经常问这个问题 我这样的人 我这样差的人 怎样可以侍奉神 神呼召素罗 不是因为祂够好 神呼召素罗 是要祂 经历上帝的同在 请我们再看一次 请我们看第十章 我们读第六 和第七节 第六 和第七节 撒美记上第六章 第十章 第十章 第六第七节 一起读出 你 你便要他们一同受感说话 你要变成新人 这少头临到你 你便可以趁时而作 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再读第九节 第九节 素罗转身离别 撒美 留意这里的主动 主词 subject of the action 是神赐给他的身心 你要成为新人 不是因为你自己 对面 或者努力修炼 成为新人 是因为神赐给你的身心 当我肯信服神 我请神住在里面 我知道 我能力去承担上帝的照命 不是因为我有本事 是因为神会赐下身心 顶姊妹 有什么难了你不侍奉神 有什么难了你 做基督徒的时间 不能够彻底的 做基督徒呢 我希望素罗生平 能够成为大家的鼓励 看清楚人生的方向 将忧虑交给神 追尽的核心 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这样的人生 我相信一定比 王祖言答的答案 更加有力 更加实在 因为我们所信的 神是一个活神 我们一起祈祷 但愿主你对我们 每个人说话 可能我们见到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甚至我们自己的教会 本身有很多需要 但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能够回应 上帝给我们感动 和照明 以照到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 我们都可以更有意义的 为你而活 求主帮助大兄姊妹在当中有不同的争扎 可能在健康 经济 在人制问题上有争扎 但愿你让我们 透过素罗的生平 你亲自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盼望 温哥华博图会 成为更荣耀你的教会 我们今天的讨告是 奉乃耶稣基督 圣明祈祷 阿们 再次多谢大家 给我们过去这几个月 在大家当中可以这样分享 吧